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务之急必须立即报警 12点48分 距离事故发生近8分钟时间 江苏省扬州市消防支队就赶到现场 当地公安 交通 120急助部门接警后也迅速赶来 对贝亚司机展开生死营救 你身上有没有被地方被卡住啊 当场以后整个小轿车被这个水泥长卦车压在底下 车已经全部被压趴下了 小轿车的顶部 包括挡风玻璃全部被压迫 现场可以看到 大量混凝土从罐内露出来 轿车内 地面上 到处都是 别克轿车已经严重变形 车顶踏陷 面目全非 司机被困其中 身上满是混凝土 只留头部在外面 整个身体蜷缩其重 可想而知 如果当时水泥贯车再压向他的位置一点点 他的性命难保 当时他还比较镇静 估计在心里面也太怕吧 反正他表面上挺镇静的 他这个人还好有意识 就是为他什么他讲一句 就是一直跟我们在沟通 叔叔 你之前有什么地方受伤了吗 由于搅拌车的车体沉重 一旦小轿车支撑不住它的重量 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当天气温高达36度 发生事故的车辆又泄露了大量的油渍 如果遭遇明火 很可能发生爆炸 见此情况 消防队员们迅速兵分两路 救人与清理油渍 给车体降温同步进行 当时我们到场就警戒的封起来 然后就让他那个文官群众 有的有的不自觉抽烟 然后就告诉他 让他站远一点 然后把烟灭掉 尽管救援人员迫切地想救出被困司机 但是25吨钟的搅拌车倒下后 瞬间把小轿车压扁 致使司机被卡的空间过于狭小 根本无法施救 救援人员决定调集大型起吊车 把搅拌车调离开 再进一步救援 三十分钟后 骑吊车终于到达现场 并将沪宁图轿搅拌车吊起 另一辆拖车将不退轿车拖了出来 消防员警察医护人员 立即上前对被困司机 张开营救 去把扩张区拿过来 扩张区拿 把他扩一下 扩一下 他现在有没有生命危险啊 现在肯定有哪树脏的 安装情况发展 但他说自己没有感觉不到 可能有什么麻木的 有什么情况 有可能 通过询问医生得知 被困司机半边身体有些麻木 万幸的是 头部并无大的损伤 消防队员剪断他身上的安全带 用液压扩张器 扩张驾驶时车门 但是车门卡死 难以完全打开 司机还是无法拖来 加之正值五十 烈日炎炎 他已经被困了一个多小时 颜色开始发白 他还能否坚持住呢 当时我们考虑到气温比较高 防止被困人员进行破水 一方面就是说 用衣服防他扇 给他在周围进行扇工 第二个就是说 用防茧水 递防茧水给他喝 第三个就是 不停地与他进行交流 防止被困人员活命 现场救援人员 不断地拿水给被困司机喝 补充体力 还帮他擦汗降温 消防员用窗顶器 撑开变形的车门 增大空间 缓解他的身体压力 而此时 靠近被困者的消防员发现 车内有大量混凝土 将司机腿部盖住 并且部分混凝土 已经凝固 给救援带来更大的难度 消防员只好将手伸进去 一点一点地 把男子脚下的混凝土 扒开 来我松堵 我帮你把这水里松一下 四个脚麻一脚麻 由于轿车仅剩下 A柱撑起的空间 太过窄小 消防员 利用液压扩张器 撑顶器 也没能打开车 值得切掉轿车A柱进行失去 为防止作业过程中 飞溅的火花 伤到被困司机 救援人员用后部 帮他挡住头部 接着 消防员在轿车顶部 绑上绳子 利用强险救援车的车尾 掉臂将车顶牵拉开 硬扩出一块空间 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救援 直到下午14点15分 强险救援车 才终于牵拉出一个 勉强够驾驶员通过的空间 几名消防员小心翼翼地 将他抬了错 自己方才脱险 就在他被救出的训练 都为群众重力欢呼 死里逃生的他 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 激动的嚎啕大哭 那么这起惊悚的车祸 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正常行驶的搅拌车 为何会侧翻呢 在发生事故的现场 我们找到了搅拌车的司机 按照水泥搅拌车司机的说法 当时它是因为急刹车 才导致车翻的 它这个没有与前车 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 制动以后 然后再打方向 因为不灵头搅拌车 它这个在实际过程中 它这个搅拌头 必须要不断地旋转 导致了这辆车的重心比较高 然后打方向的话 导致了车翻 这时在不远处 记者又发现了一大群人 在围着一个小男孩 他是谁 为什么大家都在安抚他 他和这起事故 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呢 你们是不是一起的 跟这个车祸 我不认识 你是不是跟他们一起的 我不是 我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情况 这个是小孩在 小孩在 小孩过马路在 所以这个小孩过马路是吧 然后你们就碰了他了是吧 碰了他 这个 小孩 小孩也好 经过现场初步了解 这个男孩叫郑晓明 是路边这所中学的学生 这天 他正好吃过午饭 准备回学校上课 骑着电动车 从斑马线上过马路 由于校门前的路口并没有红绿灯 一辆面包车 看到他后 下意识的踩了刹车 可仅跟在面包车后方的水泥搅拌车 由于没有与之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来不及紧急制动 只好向左击打方向 失去了控制 侧压在对面正常行驶的小轿车上 此时小明已经下得手足无措 他感到非常恐惧 对刚刚发生的事情 他还无法冷静下来 一直不停地哭泣 就是半老天过去 半老天过去 应该不算违规嘛 我没有 我没吵 我没吓 我从那里走过去 看着出包吓着 然后你不知道怎么搞去撑倒呀 然后打的时候 违规了吧 我打下来的时候 打下来的时候 然后找到地上 然后看到旁边 就这样给他反了感觉 肯定 经历了 一期其触目惊心的事故 令人弹吱色变 一辆辆飞驰而过的大型车辆 让人胆战心惊 平安365 危机时刻正在播出 2014年8月1日 记者来到了获救司机所在的医院 医生正在为他进行检查 司机名叫杭有祥 今年50岁了 杭师傅是做销售工作的 妻子给别人打工买家具 家里还有一个儿子 刚刚参加工作不久 可以想象 如果当时杭师傅没能保住性命 对于他的家庭来说 将遭受巨大的打击 这一刻 劫后余生的他 躺在病床上回忆起当天发生的事故 仍然是心有余悸 当时我看到他这个车子 一下子就像飞机一样的 紧急过来 我一看 没命 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胸部这个很疼 然后 气垂有造型 因为不知道这条面究竟 所不所欲我自己 我还不敢肯定 我还感激你 比较我第二次 一日没睡觉 只会陪他一直挂 他一直挂着 一直挂着 我感觉就是说 没有 这符的钱没有 每一个人 钱都已经没有 他是我们家的病房 是我们的 值得庆幸的是 杭师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 就可以康复了 在这起事故中 应该这个混凝土搅拌车 要负全部责任 反正是跟全身 没有保持适当的安全决定 然后紧急制动 在下方向 向左达邦亚 已经驶入了地方的车道 把人家正常清水车辆 这个令人震惊的交通事故 引起着社会的广泛关注 工厂车辆的安全驾驶问题 又再一次尝为焦点 这些车辆常常因为自重大 一旦发生事故 必是惨烈而致命的 2012年8月17日上午 同样是一辆25吨的水泥搅拌车 在湖北省武汉市 一粒交桥下 酿出惨祸 四名路人被搅拌车刮蹭 其中一名被砸到车底 不致身亡 而事故的原因是 突然横穿马路的人群 让司机措手不齐 只好几大方向 最终导致车体测翻 2013年5月24日中午 江苏省海门市一辆大型硬刹车 在石子路口避让车辆时 发生测翻 十五冬中的沙石倾斜而下 将一辆正好经过的小轿车 埋压在下面 两名人员被困 最终一人被救 另一人不治身亡 因为频繁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这些工程车 货运汽车等大型车辆 也被道路上的行人和司机 称为马路杀手 你们在他身边开的话 开吧开吧 我一般情况下 我就注意它比较远 远远远远 要么就是赶紧超过去 要么就是让车辆的 一般大车的话 就是不会靠它太近 就是稍微避远一点 常说大家说 特别是那种卡车 搅拌车 混凝土车这种车 我们一般是靠稍微远一点 也是会紧接的 它是当一个吉他车 或者说我们这个车辆 它是车比较高的 一极其惨烈的事故 让人触目惊心 一个个家庭遭遇不幸 这起事故中 杭师傅幸免于难 但他所带着我们的思考 却发人深情 类似车祸的不断发生 也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在此平安365特别提醒 混凝土车 货车等重载工程车驾驶员 在行驶过程中 不得超速 超载 超限 更不能疲劳驾驶 出车之前 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验 确保车辆不能带病出行 与任何车辆之间 都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小型车辆驾驶员 则尽量不与大型车辆并排驾驶 转弯时 勿从其内道切入 一旦遇到大型车辆车辆 最好安全的避让过去 毕竟任何一起交通事故的背后 与您的家庭都息息相关 应该从自身做起 避免 惨剧的发生 2014年9月28日 江苏省延长市某在建工地 发生他方事故 五名工人被困在淤泥中 淤泥内的吸附力很大 被困工人的身体不断下沉 江苏省延长市 长南新区消防大队的消防员 一边指挥挖掘机挖开旁边淤泥 防止工人继续下沉 一边在淤泥上铺木板 用手扒涂救人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救援 五名被控工人获救 其中两人不幸遇难 据了解 此次他方是由于连日大雨 工地涂治松软所造成的 平安三日五提醒广大工友 在深陷淤泥时 不要挣扎 防止身体下沉 保持镇定 大声呼救 以确保及时得到救助 保持镇定